好镜头带你转向花莲的南区 那么花莲副理乡是重要米仓 别致的农村景色 是副理乡每年吸引观光客 前来游玩的景点之一 但是现在有光电产业 想要进驻重电 那么居民担心太阳冷板 破坏当地的景观 就连副理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 代表们也都纷纷发表言论 表示拒绝 那么乡长陈荣聪也说反对到底 绿油油的一大片稻米美景 是布里乡每年吸引观光客 前来游玩的景点之一 但是却有光电产业 想要进驻重电 导致当地居民反弹 也是布里乡定期大会上 热门讨论话题 许多代表们坚持反对 希望乡公所能够把关 当我们全台湾人农地 拿去做太阳能光电的时候 婆请问 台湾人要吃什么 不是我们总统政策 我们就要一意跟着走 政策有时候 是影响到全台湾以后 永续发展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我们可以认同吗 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所谓 理由有的地方 理由政策不够 但是看起来大家也说看来很好的 你说这个太阳烦了 你们这边做 是不是说一个 因为那天我看的图片 因为那图片都整个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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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实在说 没什么好看 校长陈荣泽也说 太阳能光电申请 不是乡公所主管业务 但是地方有不同意见 他尊重名义 这个我想在我这边 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在我们公部门的 你自己说学校 那个管辖请不是在乡公所 那是教育局的 对不对 那我也没有权益 讲说你没在几年后去去 你没在乡公 这外管理无法做 所以说外管理就是说 比如说像你说的 我们的教育场 还是我们的历史公所 还是哪有茶 这这场 这个在我的权益范围之内 我可以继续它 种地重电风吹向花莲 不过公所也提醒了 如果农地全数出租 会丧失农保资格 至少要留有一分地 才能够保住农民身份 此外一般农地便特定木地事业用地 可能涉及要缴地价税 买卖增值税等等 还有陈租年限 租约到期后 设施如何处置等等 农友都要特别留意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丝 ulespen